什麼車最能夠體驗日本人的創意和設計? 日本K-Car正正是答案 以滴式、輕巧和實用為主的K-Car 經日本人的手竟然可以變成露營車 這部Suzuki Hustler就是表表者 這部車在2014年早已在日本開售 雖然等了差不多兩年才到說 但是它的魅力仍然在 因為外觀設計已經吸引 年輕活力配以可愛圓運線條 而車輪和車身距離明顯增長 有助攀山攝水 便想提升遠野性能 為了減磅 內隆採用大量塑膠無可厚非 它只是重820公斤 但難得手工細緻 三幅式台環用回真皮 設計和布局亦都美觀 真是加了不少分數 另外後排座位躺平之後 雖然可以比尾箱空間更大 但留意並不是完全平復 不過前排乘客位置就有一個驚喜 打開它會發現一個欄 緊急時候便會發揮作用 哎呀 香港便有土地問題 但有了這輛車後 土地問題可以加熱少許 只要加少許錢 便可以多加一張床 在車上睡覺 而沒有私隱 這個帳篷更加可以幫到你 如果只是睡覺不夠 還可以加少許錢買帳篷回來 安裝容易 這樣便可以解決土地問題 安裝真的容易 因為帳篷的頂部 左右兩側都有磁石 只要貼在車身便可以 大家都很關心 這輛車究竟能否有力 它660cc加上Turbo 其實非常足夠 在我試駕途中 它起步、爬頭、上斜都很爽 但最不好的地方 可因為它的轉數太高 所以令這輛車非常吵 剛才行駕的過程中 吵到我連閃電視說什麼 我都未必聽得到 雖然隔音比較差 但它仍然是一輛好車 外形聰明 操控好 實用性強 亦都省油 十多萬便可以買到 實屬抵玩